哇 韩桃这边好美啊 哪里美了 你看有鸡 有毛 有爱人广东城 他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 大家好 我是桃子 大家好 我是老汪尼海米 今年又带着我老婆媳妇来四川了 来四川是干嘛来了 是卖爱人广东城了 对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卖爱人广东城 去年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 是 时间也过得真的挺快的 你转业又一年了 我们又一次来到四川 啊 其实来这边呢也是不经意间来的 我记得去年是一个别的主播吧 也是现在是我的好朋友吧 看到人家在卖那个爱人广东城 我看了一下 哎呦这个东西看他们宣传的挺好的 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在做 我带货 只卖了我家苹果以后就没有卖其他产品 当时自己也想一个想找点品再卖一下 看到那个朋友在卖橙子以后 我也想着卖 但是我又 不知道是这个要怎么操作 或者这东西好不好吃嘛 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 估计你都不知道 我在他这边买了一箱橙子 我应该你也吃了 但是你应该忘了 我吃 啊就是我在 我在这个朋友这边买的 买了一箱 就寄到我们家了 后面就是尝了一下 确实就是像这个朋友所说的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爱的爱员一样 真的挺好吃的 那时候吃完这个橙子以后就 依然的决定 我们要去四川 也要卖这个橙子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 确实没有吃过就是口感这么好的一个橙子吧 后面呢就是 带着蜜 还有 妹妹啊 我们三个来到了四川 那时候是因为 弟弟好像是在外地上班啊 玛丽在家带孩子 不方便 所以带着蜜和妹妹来了 那次来的时间也挺久的 将近一个月吧 有 有一个月 对 但是去年怎么说 很一般 因为我们的销量很一般 去年 将近一个季节吧 卖了多少橙子 多少箱 就卖了一千单吧 一千多一点点 对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能力的问题 因为去年确实我们的粉丝 还有流量 太少了 我记得直播间那时候直播可能只有几个人 几个人 零个人也有 你意思甚至有数据到零个人了 对 其实就是那时候人太少了 但是其实 我记得那时候流量是很少很少的 没想到就是那个一千多箱的销量 其实我想一下也不算太少 对 因为 那个东西 我看不是说他们买过的人都不只买的是一箱 后面反正有看一个人都买了好几箱 就是 他们可能刚开始不知道这个橙子什么样的一个口感 所以就是买过去尝了一下 买完以后呢 对这个口感又非常的满意 后面又陆陆续续买了很多箱 去年来卖这个橙子真的是 没赚到钱 就是去年没有努力不够 上播就播不上播就不播了 对 因为是主要也是没有流量吧 但是又为我们今年卖爱园打下了基础 就是 留了一批忠实的那个喜欢的粉丝吧 我们平时没卖个爱园之前 有很多粉丝一直都在说你们的爱园啥时候卖 他们去年买的特别好吃 今年还想卖 还想买 对就是这样 今年呢 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四川眉山丹领县 也就是这个爱园的一个 核心产区吧 今年我们过来这边 人比较齐吧 你看 弟弟玛丽 还有两个小孩子 我们大家子全部来了 也很给力啊 我们来这边今天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第五天 第五天 正二八景发混一个也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吧 现在的销量那已经 我也没算 可能就是最少有两千多箱了都 已经就是几天时间就超过了 我们去年 将近一个月的一样销量吧 爱蜜 你 你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年会卖这么好 去年会卖那么差 去年我们没有粉丝 然后今年我们粉丝多了 然后粉丝也太给力了 太支持我们了 主要是也有另一个原因跟你说 啥 就是你不知道 玛丽前两天不是去看房子了吗 想买房子 然后很多粉丝就说要 支持玛丽买房子 所以很多粉丝就是说 买一单支持一下 能给她就是 挣钱 买房子 付首付呢 出一份力 确实我感觉粉丝们都太好了 不仅说就是 怎么说 喜欢 而且真的是特别支持 包括我 经常直播也碰到粉丝说他们家有橙子 还有呢就是他不喜欢橙子 但是也要买一项去支持一下 我说那你不喜欢吃你 家里又你买这干嘛 他们说送朋友 就是想支持一下我们 想看着就是这两个老我媳妇 从老我嫁到中国以后 慢慢的能把这个日子 能够过起来 过火 过好 是 咪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有呀 我想感谢我们粉丝哥哥姐姐们 他就是我太喜欢我了 我会努力 我会加油 把我们生活过好 谢谢你们的 你喜欢我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你还没有关注我 可以给我等个关注一下哦 拜拜啦 拜拜